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是 主题词更读 环境 经济 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污染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观看本节课的实验视频 马上就要走进渔村了 这真让我兴奋 这里可是电影《卧虎藏龙》的拍摄地呀 不知道渔村人会不会功夫 等会儿要跟他们好好聊聊 这石头上面写的是什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还是继续往前走 通过采访寻找答案吧 你好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您 我姓赵 你可以叫我老赵 老赵 您是本地人吗 在这儿生活了多少年了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今年我四十了 真羡慕您啊 从小生活在这么美丽的地方 是啊 不过在我小的时候 这儿可不是现在的样子 看到这上面的字了吗 不好意思 我不太认识这几个字 上面写的是矿山遗址 意思是 这 这里从前是一座矿山 真看不出来 以前这里开采什么呢 开采石头啊 三十年前 这里 几乎没有能长大的竹子 每天会爆炸十几次 最石头把竹子全都砸倒了 听起来 有点可怕呀 是啊 那时 我和小伙伴在竹林里玩 石头像下雨一样飞过来 只要听到爆炸声 我们就赶紧往家跑 真想不到这么美丽的地方 以前是那个样子 人们为什么要破坏这么美丽的环境呢 那我问你啊 如果让你一辈子住在这里 但是没有钱 村里建不起学校 勉强吃饱饭 你愿意吗 不愿意 如果生活贫穷 环境好 又怎么样呢 对 我们当年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想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 我理解了 在那种环境下 这也是一种无奈吧 那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是一个护林员 小时候的经历让我决定 要一辈子守护这片竹林 不好意思 时候不早了 我要到前面的竹林看看了 很高兴能听您聊一聊 这个地方从前的故事 再见了 再见 三十多年来 渔村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真想知道 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我应该再去前面跟人聊一聊 嘿 外国朋友 你好呀 您好 这座漂亮的房子是您的家吗 对啊 这座房子既是我的家 又是民宿 太好了 我正要找晚上住的地方呢 我可以住在您家里吗 哈哈哈哈 欢迎啊 我这就让他们准备房间 您做民宿行业多久了 啊 快二十年了吧 做民宿行业以前 您做什么呢 在大家还开采石头的时候 我是一名矿车司机 哦 那时收入还不错吧 收入是还可以 但是也有代价 说起来有意思 您看我现在 最爱穿的就是白衬衫 您是穿着白衬衫 这里有什么故事呢 说到故事啊 我给你看看我的日记吧 看来用绿水青山换青山银山 这种发展模式不行啊 是啊 其实我们很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可是那时大家心里还没有答案 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环境和经济当然都得要呀 哎 我们当时也这么想 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哪 这有什么难的 刚刚关亭矿山工厂那几年 工资都发不出了 大家又过上了以前的穷日子 很多人后悔 觉得是不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那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我当时也觉得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是没有办法同时保住的 全家人又得吃饭 我心里既纠结又迷茫 后来决定跑到外地去打工了 那您后来怎么又开民宿了呢 这说来话长呢 哎呀 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去接一位客人 服务员准备好房间以后 您先去休息 啊 我安排一个导游 明天一早带您到处走走 回头再聊啊 好的 您先忙 昨天老潘的话 让我想了很多 以前我觉得经济和环境问题的答案 是显而易见的 只是人们愿不愿意对环境 对他人负责任的问题 但现在我明白 这个问题有多复杂了 看到渔村现在的样子 真想知道老潘昨天没讲完的故事是什么 早上好 早上好 您见到老潘了吗 他昨天晚上很晚才回来 今天一早又出去接客人了 他特意安排我今天做您的导游 说您一定还有很多想问的问题 他想的可真周到 我确实有很多想要了解的事情呢 您有什么想知道的 尽管问我好了 昨天老潘说自己开民宿之前在外地打工 那时整个村子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后来怎样一步步发展到今天了呢 原来是关于渔村的发展历史啊 您别看我年纪不算大 对这方面还是很熟悉的 因为如果没有当时的变化 现在的我恐怕也要背井离乡 去外地打工了 当时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差不多十五年前吧 村里决定不卖石头了 卖风景 卖风景 风景要怎么卖呢 就是发展旅游业啊 像现在的民宿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您想看看渔村其他地方的风景吗 我车里有一些照片 真漂亮啊 后来渔村发展的过程顺利吗 不算顺利 一开始的时候 村子里环境被破坏得比较严重 噪声污染 空气污染 垃圾问题等 都困扰着旅游业的发展 发展旅游业确实对环境要求很高 后来 村里想了很多办法治理污染 包括派专人负责治理 垃圾分类等 渔村的景色终于又像一幅画那样美了 民宿行业也开始红火起来 到节假日的时候房间都不够住 这样大家的收入就提高了吧 卖风景比卖石头的收入高多了 后来在外面打工的人看到机会这么好 纷纷回村经营民宿 老潘就是那个时候回来的 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也不用再到外地辛苦的打工了 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算是最幸福的事了 听了你的话 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原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下面是生词讲解环节 第一个词是称呼 问怎么称呼您 我姓赵 你可以叫我老赵 称呼的意思是 把某人叫做 称为 我们可以怎么称呼图片中的人 我们可以称呼他 宋老师 第二个词是后悔 刚刚关亭矿山工厂那几年 工资都发不出了 大家又过上了以前的穷日子 很多人后悔 觉得是不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后悔的意思是 心中总想着以前没有做的事情 或做错了的事情 想着怎么自己当初没有去做 后悔前面 后悔前面一般会加上 很或非常 也就是说 很后悔 非常后悔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中 小红没有通过这次考试 你觉得他在后悔什么 我们可以说 小红后悔没有好好学习汉语 这张图片里 小丽上课迟到了 他在后悔什么呢 小丽在后悔自己没有早些起床 第三个词是 勉强 那我问你呀 如果让你一辈子住在这里 但是没有钱 村里建不起学校 勉强吃饱饭 你愿意吗 勉强的意思是 将就 凑合 图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小王的HSK五级考试 考了182分 我们可以说 小王勉强通过了 HSK五级考试 第二幅图片 他们五个人 点了三道菜 刚刚吃饱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们勉强吃饱饭 第四个词是 竟然 三十多年来 渔村竟然发生了 这么大的变化 真想知道 这种变化 是怎么发生的 我应该再去前面 跟人聊一聊 竟然是副词 它的意思是 出乎意料 和预期相反 没想到 周一 他十一点 才起床 我们可以说 周一 他竟然 十一点 才起床 第一天上学 不应该迟到 但是小李 迟到了 十分钟 我们可以说 小李 竟然在 开学第一天 迟到了 第五个词是 特意 他昨天晚上 很晚才回来 今天一早 又出去 接客人了 他特意安排我 今天做您的导游 说您一定还有很多 想问的问题 特意 是副词 他的意思是 表示专门 为了做某一件事 小王今天生病了 小李 专门来到医院 照顾小王 我们可以说 小李 特意 来医院 照顾小王 今天是小红的生日 他的朋友 专门 为他准备了礼物 我们可以说 今天是小红的生日 朋友 特意 为他准备了礼物 第六个词是 恐怕 还是关于 渔村的发展历史啊 您别看我年纪不算大 对这方面还是很熟悉的 因为 如果没有当时的变化 现在的我 恐怕也要背井离乡 去外地打工了 恐怕 是副词 他的意思是 表示孤寂 和担心 小李 每天八点钟上课 但是今天 他七点五十分 才起床 他能准时到达学校吗 我们可以说 小李 恐怕要迟到了 看图片上的天气 你觉得 可能会 我们可以说 看图片上的天气 恐怕 要下雨 第七个词是 周到 他想的可真周到 我确实有很多 想要了解的事情呢 周到的意思是 各方面都有照顾到 没有疏漏 不忽视 我来小王家做客 他给我准备了 很多吃的 喝的 可以说 小王 代课很周到 班长小李 经常关心 每一位同学 他带人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说 班长小李 带人 很周到 班长小李 经常关心 每一个同学 他带人 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说 班长小李 带人 很周到 第八个词是 风风 卖风景 比卖石头的 收入高多了 后来 在外面打工的人 看到机会这么好 纷纷回村 经营民宿 老潘 就是那个时候 回来的 像我一样的年轻人 也不用再到外地 辛苦地打工了 能和家人 生活在一起 对于中国人来说 可能 算是最幸福的事了 班长小李 事物一个接一个的 接二连三的 十一假期 来北京旅游的人很多 可以说 十一假期 人们纷纷来到北京旅游 秋天到了 树叶怎么样 秋天到了 树叶纷纷落下来 第九个词是 民宿 这座房子既是我的家 又是民宿 类似酒店 但有别于酒店 小张 喜欢住酒店 还是住民宿呢 我们可以说 小张 喜欢住民宿 下面是语言点讲解环节 第一个语言点是 如何用中文 询问别人 从事某个职业的时间 做是动词 加上职业名称 表示从事某项职业的意思 多久 表示时间的长度 这一句型 通常用来询问别人 从事某项职业的时间 他 做教育行业 多久了 他 做教育行业 三年了 第二个语言点是 你和您的使用特点 你知道 你和您的使用特点 是什么吗 你和您都是第二人称 你是普通称谓 适用于平辈之间 长辈对于晚辈 上级对于下级的情况 而您是尊敬称谓 适用于晚辈对于长辈 通常用你这个称呼 表明两人同辈 或者关系亲密 用您 用您表明两者处于不同辈的情况 下面是文化讲解环节 你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含义 以及三个发展阶段吗 在这个故事中 友谊认为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 非常复杂 友谊以前觉得 对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 解决经济问题是首要的问题 如果解决不了经济问题 很多人就只能生活在贫穷当中 子女教育更无从谈起 谁愿意让子女和自己一样贫穷下去呢 所以人们并不是不想要一个美丽的环境 他们选择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 这是无奈的选择 慢慢的 人们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 觉得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保住绿水青山 但很多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面对环境保护和收入减少 以及身体健康的矛盾 人们既纠结又迷茫 渔村只是中国推动绿色发展的一个代表 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渔村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中国工作和学习 一定要去多走走 多看看 在中国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环境的改善会带来经济效益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所以现在中国开始治理污染 实行垃圾分类等措施 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到这里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要结束了 希望你能有所收获 在本节课的学习中 我们通过观看视频 了解了渔村人对环境和经济的看法 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以下问题 请不要忘记扫描图片中的二维码 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虚拟仿真实验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发邮件给这个邮箱 我们的实验负责人宋飞老师 会为您提供解答 我们下节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